这里呢就是辽宁沈阳通用航空产业基地了 那么从2009年开始呢 这里就计划打造成了68平方公里的一个产业集群 目前呢已经建成的面积呢 大概在5平方公里左右 已经有30余家的航空机的进行应助了 在这呢视线开阔地势平坦 被飞行员的训练 与这种飞行器的起降呢 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一个地理环境 沈阳通用航空产业基地 作为沈阳市国家级民用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 和达到千亿航空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沈阳市委市政府 依托法库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区位优势 抢抓国家低空空域改革的历史性机遇 建设以国家级通用航空 无人机及通航特色小镇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基地 我们这个整个沈阳通航基地呢 我们从一次按照通航的权权进行发展 比如说我们通航的研发 我们继续了以奉财院士为首的通航研究院 通航制造 我们有两家的飞机制造企业 一次我们辽宁联航神艺 生产意大利的三款机型 和我们研究院生产的两款电动飞机 同时我们在整个通航运营和培训上 实际突破 沈阳通用航空产业基地 空域优势预见显现 训练空域达到高度3000米以下 面积3000平方公里 与军方共享空域达到高度5000米以下 面积6000平方公里 破批开通三条转场航线 实现了与周边机场直飞和进入民航航路飞行 两九省应该说具备着航空大省的基础资源 包括银材储备 乘客储备和乘客转化 法国通航说我们沈阳市的一个通航产业的一部分 达到前一产业链的这样一级群 完全具备了一种空域优势 和我们的一个地面保护优势 我们以前已经具备了一些航空级的机具 对后续发展打下很好基础 为期三天的第七届沈阳法国国际飞行大会 今天正式开始了 那么此次大会更吸引了九个省的航线的齐聚于此 他们带来了超过160余家的飞行器 在此参加动静两个场次的展出 此次飞行大会的主题是无人机加年华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会看到无人系统的飞机 传播汽车等立体化的展演 现在我宣布第七届沈阳国际飞行大会 即无人系统加年华开幕 专门请各位领导和嘉宾欣赏精彩的飞行表演 一会从我右边的这个飞行跑道上 所有的飞行器在这里就会正式起飞了 那么现在呢所有的爱好者们都已经在这儿架起了长江短炮 准备捕捉飞机飞行的精彩瞬间了 大会期间参展航空器近百架 包括祥瑞RXEE 泰克南P2002 钻石DA40以及猎鹰飞行队 太阳之鹰自转悬翼聊VM600使量多悬翼 LY-TK40固定翼等多款国内外知名机型 众多的飞行体验和模拟飞行体验活动 让飞行爱好者亲身感受了飞行的快乐 据从委会不完全统计 本次飞行大会接待人数突破十万 年年来对这个飞机飞行表演嘛 有点情感 我们总感觉来是 这也是在咱们聊天省市一大 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距离游玩坐飞机都觉得挺兴奋 所以来看看在拍这个飞行的状态是什么样 那么在现场呢 我们就看到了很多无人机在这儿 你好你好 这是咱们出产的无人机吗 对 这一款是我们公司从整体平台到飞控 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它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么大 它主要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是权像可以轻转的 就是说它和传统的多学衣相比 它速度更快 然后看风性更好 然后更激动更灵活 就是说用于一些应急方面的 就是说可以迅速到达现场的这种特别的事 您指的应急是什么方面呢 如果说高速上然后连环相撞 但是可能说人员很难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话 它可以快速地从这个指挥中心 或者说一个带定的区域 迅速地赶到现场 然后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然后方便后续的救援 类似的这种工作 无人驾驶飞机简称无人机 英文缩写为UAV 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 控制装置操纵的无带人飞机 或者由车载计算机完全地或间歇的自主的操作 与有人驾驶飞机相比 无人机往往更适合那些太蠢顿 肮脏或危险的任务